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Hello Jane 是 多謝你參加我們今天的試鏡 不如你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OK 你知道我叫Jane 我中文名字叫黃貝爾 我在美國當時 讀書舞台表演藝術 當時也有讀過 演唱和服裝設計 所以回到來也想著工在這一方面 我近一、兩年才開始全職地拍攝 不如我們嘗試讀一下這個劇本 好,我先讀一次吧 我猜 對你來說我也是一個很笨的人吧 你是一點回音都沒有 我其實有打過電話給你的 那次音樂會之後 不止一次 我是打了很多很多次電話給你 我根本從來沒試過這樣打電話給一個男人 玩得開心點 我的巴士到了 你平時在一些電影的拍攝中 你覺得如何儘量令自己突圍而出 幸好我本身真的有一個演戲背景 所以讀劇本和理解劇本方面 我有一個優勢 尤其是香港很多電影的拍攝 真的像你們那樣臨場給我一份劇本 所以如果我有這個優勢 去試戲的時候就會做得比較順 其實演員我覺得我可以表達到的 就是我的演技 就是我去明白我的角色的技巧 也是靠這些,靠做自己 反而有… 可能有些演員會喜歡說 那些女生很漂亮,化得很濃的 但是我真的尷尬盡量是正常的樣子 到時導演或者輔導看到你 喜歡怎樣改變我的樣子 就有關於他們 其實我又不介意去演醜 老實說,你說美女的話 這行有很多 我自問有很多比我漂亮的女生 有一陣子我拍攝就覺得很漂亮 也會有 所以有得選擇的話 其實不是想靠… 不是選擇一個外形 而是選擇我有沒有能力 應付到那個角色需要做的事 為甚麼是花瓶? 被人類似的 就是因為外貌而得到工作的大本 而且我之前的經驗就是… 我真的有接過花瓶工作 就是這樣靠靠靠在這裡 可以笑,甚麼都不用做 有接過的工作,會有的情況出現 很多人一認識一個人 都會把他的特點標籤 例如我聲音比較高 別人就會說那個很高的女生 然後… 在賺我 真的 別人說你花瓶 其實也是說他有個外表 在未認識你之前 是不會知道你裡面是怎樣的 難免會有一個… 將你分類 其實我是做模特兒出身的 所以一直都被人覺得是花瓶 所以Grad了之後 就成立了這間製作公司 就會拍一些網上的影片 就自己每一段影片 就會學到不同的東西 譬如導演是怎樣做 剪接是怎樣的 攝影是怎樣的 演員是怎樣的 就是自己要多放鬆自己 就是盡量擺脫花了這個形象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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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